她是女排黄金一代标杆人物,被遇全能战士,场外感人爱情成佳化。 她的技术全面,虽然她身材不高,但后天的灵气和努力使她成长为一名世界顶级的接应二传。 她的弹跳,爆发力和快速的打法使她素有泡泡的美誉。她就是全能战士周苏洪。 全能战士周苏洪是中国女排黄金一代的标杆人物之一。 早在1998年,周苏洪就被胡进选入沙牌国家队搭档填加。 1999年胡进挂帅中国女排,周苏洪也进入国家队单纲替补接应,同年自由人李燕意外受伤,她凭借过硬的后排技术被选为继任者,出任自由人主打了世界杯。 有过沙牌经历,能够胜任自由人,周苏洪的技术全面性由此可见。 作为中国队中罕见的能接六轮一船并打出高质量战术功的选手,周苏洪不仅颇受历任教练的推崇,也广受对手的赞誉。 作为为曾经的女排队长,带领女排队伍们拿下了03年世界杯冠军,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,08年北京奥运会季军,更是拿下了02年,06年,10年三届亚运会冠军,职业生涯战绩辉煌。 周苏洪真正扬名还是在陈忠和执教时期,他与副工刘亚男、自由人张纳一起,组成了中国女排的铁三角,成为保证球队串联的基石。 周苏洪是女排黄金一代选手中出道最早且运动寿命较长的,不仅随队在雅典周期两夺世界冠军,北京周期主场拼的奥运铜牌, 即使到了伦敦周期,仍在2010年毅然回归国家队,广州亚运会与韩国争冠一役,中国能决定翻盘摘金,周苏洪真正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。 周苏洪在赛场上的辉煌过去再无需赘述,赛场之外的周苏洪更让人感动,她可谓是最重情义的女排姑娘, 她与汤淼曾经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金童玉女,2006年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,然而两人本该美好的幸福生活在2007年戛然而止。 2007年备战北京奥运期间,南排球员汤淼不慎受伤,经溜追爆裂性固这般完全性脊髓损伤,导致高位结瘫。 为了不连累妻子周苏洪,汤淼在重伤后坚决与周苏洪离婚,周苏洪起初并不答应,提前结束自己的排球生涯专门照顾瘫痪在床的汤淼,但汤淼始终坚持离婚,无奈之下,周苏洪对丈夫汤淼表示,如果五年后你还站不起来再说吧。 就这样周苏洪照顾了汤淼五年,不离不弃,五年之后汤淼还是没能站起来,2011年在汤淼父亲的催促下,周苏洪无奈和汤淼离婚,两人之间的艰难爱情故事让很多人动容。 离婚后没多久,周苏洪也就选择退役了。 退役后的周苏洪回到了老家,在老家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竞技体育武系担任副主任,16年被选为当地共青团常委会委员。 如今周苏洪早已结婚生死,开启了新的生活,汤淼仍然处于漫长的恢复期。 对汤淼来说,妻子周苏洪已经变成了姐姐周苏洪,爱情也转化为亲情,汤淼成了周苏洪女儿的干霸,周苏洪也经常去看望汤淼。 退役后的周苏洪事业顺利,而且找到了自己的新归宿,嫁给了一个大自己的八岁的富豪结婚,婚后生活很低调,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 如今生活很幸福,39岁的周苏洪看上去依然很显年轻。 周苏洪和汤淼离婚之后,并没有像很多离婚的夫妇老死补相往来,而是两个人以兄妹相衬,成为了很好的朋友,对汤淼的生活也很关照,两家人的关系很融洽,祝福人美心善的周苏洪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irls環境